我们接下来要讲到我们杀球的灵魂部分了 我们要更加深入的学好我们的杀球了 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业余选手跟专业的选手杀球上的区别 首先我们先看业余选手的杀球 把这个区别看懂了 你的杀球已经大功告成了 业余选手 这业余选手的 好 专业选手的 能看出什么样的区别吗 我告诉大家 其实非常难 一个是从紧到紧 一个是从松到紧 区别就在于你的状态 你是从紧到紧还是从松到紧 怎么样 所以很多球为什么好 是感觉自己用尽全力 杀球速会非常慢 因为当你特别想用你的手 你的手臂会崩得特别紧 手臂崩得特别紧 挥速就会慢下来 挥速越慢 球会越慢 对吧 所以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用到我们的三段边算 三段边算的原理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球速有什么决定 我们杀球的球速有什么决定 由我们击球的这一瞬间的挥速决定 击球的这一瞬间挥速越快 我们的球速就越快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指 在击球的一瞬间握出来的力量更大 挥速更快 所以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把我们的手臂当作是 鞭子的三节 大臂叠节 小臂叠节 手腕手指第三节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你是逆风跑得快 还是顺风跑得快 那肯定是顺风跑得更快 对吧 所以我们在挥派的时候 你要让你的手指能够顺着观星 去瞬间抓紧 这下的挥速会更快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加好拍子的时候 先用大臂法力 向前摆臂给上第一段个性 小臂再顺着观星 再向前摆臂 给上第二段个性 最终才是你的手腕手指 顺着你大臂和小臂给的观星 手指去瞬间抓紧 让你的挥速 能够在抓紧的一瞬间 顺着观星 提升到极致 这时候你把这个三段边 甩用出来之后 你的刹球可能就是这种效果 来 你之前刹球可能又飘又慢 但是现在 把三段边甩用甩 三段边甩 你的刹球感觉就是这样的 非常轻松 随便一甩 你的刹球球速会比你现在 不会这个三段边甩的球速 要快上一倍 甚至两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